丧偶多年的大爷想相亲 诚心而来却遇到奇葩打骂 要求苛刻是有多 面对这样的情况 大爷究竟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眼前这个一脸严肃 有些不苟言笑的男人 就是本期相亲故事的主角 朱启磊 要说这朱大爷 那可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男人 不看电视 也不玩智能机的他 最大的爱好 就是每天听听收音机 才采缝纫机 就是这收音机的款型 估计坏了都没地方秀 大爷住的地方是一个富士房屋 上下都有床 大爷那是想睡那里睡那里 但是睡的地方再多 身边每个人陪伴总感觉不是滋味 尤其是现在大爷的爱好 也都是离世的妻子最爱的事情 长此以往 大爷的心态那是一天不如一天 每当缝纫机逛逛响起的时候 他无不怀念自己坐在沙发 听着收音机 看着妻子踏着缝纫机的模样 可过去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回忆往是留下的 只能是一生生的叹息 看到大爷过得难受 大爷的女儿有些心疼了 于是便鼓励大爷去找一个新对象 走出那段痛苦的回忆 那么大爷能如愿找到一个心仪的伴侣吗 给大爷介绍的大妈名叫展红云 要说展大妈那可不一般 那可真的是良母的典范了 说起话来三句不离自己的儿子 大妈的丈夫去世多年 这些年母子二人相依为命 儿子去上学 他就在学校旁边租个房子 现在儿子毕业他依旧执着的跟在儿子身边 不离不弃 哪怕是现在儿子快要成家了 大妈依旧不愿离开 他就想一直跟着儿子生活下去 咱就说大妈这个想法不能是错的 但是抱着一心只为儿子着想的态度来相亲 恐怕没有几个人愿意搭理 那么展大妈和朱大爷能擦出爱情的火花吗 相见的地方定在了展大妈租住的房子里 楼下是儿子的办公室 楼上是二人居住的地方 一进门大爷的脸色显得过于严肃 好像对于展大妈有所不满一样 你要是以为大爷对大妈不满意 那你可就错了 实际上朱大爷对于大妈那是相当满意 只是不胜言谈的 他也没有与异性相处的经验 所以显得有些内向 但是看得出大爷是真有些喜欢展大妈了 刚一坐下就开始主动问起了展大妈的各种问题 我家那个死了都七年了 脑出血 完了这就为了孩子 孩子跟哪儿呢 我就跟哪儿 我那一开始都不想那哈 这孩子现在你说都已经 都那哈 从去年就开始能挣钱了 完了我现在就没有那大压力了 我咋的 这孩子非得要我说再找又找 我不想找 只是这听得听的吧 大爷就感觉到有些不对劲了 这大妈怎么说三句话 两句话都要带上他儿子 怎么样怎么样 这样的表态 让原本就有些严肃的朱大爷 脸色变得越来越严肃了 不过通过展大妈言语的表现来看 对方也不是一个不会过家的人 想着为人母亲 想为自己的儿子多操劳操劳 朱大爷也能理解 看到大爷能接受自己这个还没有结婚的儿子 大妈呢是放下了心中的顾虑 当即提出要是二人在一起了 大爷能不能帮自己的儿子分担点压力 帮忙出个彩礼钱 酒席钱撒的 大爷是个敞亮人 既然来了 那就是踏踏实实想找个能过日子的 两个人要是真在一起了 大爷还能亏待你了 别看大爷衣着朴素 但是大爷有钱 不信你听听大爷是怎么说的吧 丑见眉 三五十万的彩礼 在大爷眼里那根本就不是个事 只要二人能真心实意的过日子 这钱大爷出来又能怎么样呢 听到这大妈脸上流露出由衷的笑意 这要是有人能帮他分担一下 日子岂不是好过多了 但是大妈不是那种只看着眼前的人 对于儿子他有着无尽的眷念 我孩子要结了婚 要有孩子 你就能不给看呢吗 这些年龄都大了 能不给孩子看孩子 你就顾个保姆上话 还得那还信不着啊 还得我给看孩子 他上来我上来 跟着一块走 对一块走 当溜 当旅游 越共产养我 越开三桌 那个没问题 经济方面没问题 钱留多了也没用啊 死了也背不走 是不是 能给谁花就给谁花呗 儿子还没结婚呢 大妈已经想到怎么帮儿子带孩子了 大妈说了 等到儿子结婚后 孩子一定要由他来带 每天早上送去上学 晚上再接回来 这活别人都不能和他争 他要为自己的儿子燃尽人生最后一抹光亮 没想到大爷居然没有反对 甚至直接表明 你就住我家吧 到时候这活咱俩一起干 好嘛 愿意帮你养儿子 愿意帮你带孙子 就这样的大爷 得是多少大妈的心头好啊 但是就这条件 大妈依旧不满足 接下来大妈提出的条件 那是更加的苛刻了 他还要房 这个房子吧 还不能小 除了能住自己的老伴外 还要购住儿子和儿媳 反正就一个意思 他不能和自己的儿子分开 咱就说题 这个要求钱能不能先看看 自己是个啥条件 房子是租的 工作也不太稳定 每个月劳保不到两千 就这还有个脱油瓶一样的儿子 要说大妈长得也不算美 怎么会想得这么美呢 这种得寸进尺的行为 红娘都有些看不下去了 更别说大爷了 既然你不是诚心来相亲的 大爷也不跟你可套了 行了那就一拍两散吧 少了你一个展大妈 大爷就不信 自己还不能生活了 大爷走得洒脱 大妈却还在给自己找不呢 说什么只是试探大爷一下 行了大妈 咱就先不提你那心虚的模样 就光说你提的这些要求 别说是大爷了 就是村口的狗 看着你都要绕道走 免得被你做成狗皮帽 送给你家儿子 当母亲的心疼自家孩子 这都可以理解 但是用相亲的名号 来祸害纯真的大爷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就这样的要求 大妈还是担着吧 不要出来祸祸人了 好 稍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